南加州台湾旅馆业同业工会第41届年会 及北美洲台湾旅馆工会联合总会第11届年会 在圣盖伯西尔顿酒店举行 严杰任北美总会长 王正皇三度连任南加州台湾旅馆工会会长 请看报道 南加州台湾旅馆业同业工会41届年会 及北美洲台湾旅馆工会联合总会第11届年会 在洛杉矶盛大举行 王卫星与严杰完成的新旧会展的交接典礼 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兴 加州参议员金应玉 加州财务长江俊辉 国会议员罗伊斯的代表等官员 均出席并帮发表演状 王卫星表示 联合总会还成立了青年团 组织台湾第二代回台湾参观考察 让他们认识台湾 了解台湾 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完成了很多的工作 尤其是青年团的部分 我们再把青年带回我们的台湾 去让他们认识更多台湾的风俗 民情 还有旅馆经营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式 那这次也非常感谢全美各地的这些会员们 一直就给我们不停地协助 那在这边呢我们也很高兴 我们请到美南休士顿 严洁总会长来接任第十二届的这个总会长的职务 那这一次我们主要的目标就是 我们要推展这个年轻的第二代 然后回国去参访 然后就是我们寻根的一种意义 年轻的第二代我们要鼓励他们 在这个跟那个美国的这个主流 要接触 那我们时常会开一些我们这个联谊会 在北美的联谊会 然后大家互相交换心得 年会上还准备了丰富多彩文艺节目 由台美小姐皇后夏静安表演筹舞 白老会华裔的音乐家杨成伟夫妇 也献上西洋歌曲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若杉姬采访报道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若杨成伟夫妇